从80的儒家双周围烫滑机60公分乘80公分的尺寸 好 这是我们的底表面板 温度二合一 温度时间 还有技术三合一的控制面板 首先我们来调一下温度和时间 首先按一下这个SD椅子键第一次 第一排定量5P的时候是温度设定状态 我们此时可以按下场箭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这个下场箭头来减小时温度 这是触屏的 非常的灵敏 然后再按这个SD椅子键设定时间 5到F就是说是时间 我们可以按下场箭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这个下场箭头来减小时间 一般30秒就是足够的烫升滑烫 然后再按这个SD椅子键第三次 去完成这个温度时间二合一设定 这个counter就是说是一个技术 每次成功压烫一次的话 它会计算一次 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想清理的话 我们可以按着这里长按 它就会清零 长按它 它就可以清零 再按一下 长按它不放 它就会清零 好 它就清零了 然后呢 我们开始 这边是手动转环开关 当这个打到左边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就是我们要按这个绿色按钮来进行烫化 如果说是打到中间的时候 设备是不会烫的 打到右边的时候是自动烫化状态 当下工作板到位之后呢 那个发射板会自动往下压烫的 这个是集体开关 如果我们需要停止烫化的时候 按下就可以了 然后设备就会停止烫化 但是我们需要重新烫化的时候 我们在正式顺势的旋转 它就会继续烫化了 这是一个技术器 也是我们的双技术器 我们也可以把它清零 我们把这个按钮按一下 它就会清零了 这是电源开关 好 然后这个是发射板 我们看一下我们发射板 上面有八个弹簧 然后发射板上面有 有喷这个 这个这个铁浮浓的 然后那个 下面是油压系统 这个是 坎尼的羊毛坦 海绵的羊毛坦 这是下工作铝板 我们的压力已经调好了 下面可以调压 但是我们一般不要动 我们一般都调好了的 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烫化 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底顿布 我们要把底顿布 铺在这上面 铺平 然后又把生花纸呢 变向这个布料铺上去 这个是生花纸 这个图案必须是垫下这个布 铺上去的 每个地方都是要很平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吞过来 吞过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手动转化 是打到左边的时候 是手动状态 那我们按一下这里 它就会轻轻淘化了 好 这个技术器开始计数了 当归零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就会自动抬起来 然后变化就完成了 每成功进行倒计时的话 这个技术器呢 就会计算一次 如果它没有成功倒计时的话 它就不会计算一次 我们看一下 等完成之后 它又计算一次 变化就是已经完成了 而这个地方是每烫一次 不管有没有说 到底是完成 它就会一断一次 好 发热板已经抬起来了 我们过来看一下 它的变化效果 变化效果非常的棒 变化之下的颜色 已经完全过到那个 布上面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变化效果 颜色很均匀 非常漂亮 好 我们再看看这个变化效果 你看这边 我们首先我们 我们要测一下 这个自动状态一个变化 刚刚的把自动转换 达到右边的时候 是自动状态一个变化 那我们 你需要把那个布铺好 这个布已经铺好了 这也是一个决断布 这也是一样的 这边是高位棉 凉光毯 我们是为了防止 破上去这个布子 一扩色 我们就把这个布再铺两层 没关系的 如果你的布铺一扩子的话 可以铺一层就可以了 每个地方都要铺得很均才可以 你把它铺到这个地方 好了 然后我们把生化纸拿过来 这就是生化纸 把生化纸呢 变上这个布料 铺下去 已经铺下去 做好之后呢 我们轻轻地把这个 下根的板 摘过来就可以了 要不过来 下烤 目前是自动压态状态 这个 这个自动转换 右边的时候 是自动的一个状态 所以的话 我们就不用 就不用按了任何地方 都可以进行烫化了 然后这个是 自动倒击式状态 当规定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呢 就会往自动抬起来 然后烫化就完成了 就可以把产品拿走了 我们刚刚看了 这个计数据已经计算了一次 刚才引力大压了一次嘛 但是如果说想轻轻的话 就按这个地方 就可以清理了 我们看一下 这颜色已经完全拨上去的 这个颜色非常漂亮 颜色比较均匀 看吗 效果很好